Hello,欢迎来到其实年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年该了解张会妹阿妹ASMR世界巡回演唱会 今天要来聊关于说张会妹连开12场在小巨蛋的演唱会 到底评价如何呢 我刚刚就在4月3号的半夜刚看完 立马回家赶快录起来 我必须说我在演唱会的时候 我前面真的是不敢跟着唱 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跟着唱 我等一下回家绝对会没有声音录就是podcast 后来还是有跟着小唱一下 但是声音就会像现在这个状态有点骚醒啊 但是anyway,我要来分享一下 刚刚看完乐腾腾的演唱会新的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在第一场第二场就已经看完了 所以呢,我是第三场看的 现在收听到你应该已经是中间他可能休息一场 就是我听是4月3号的场次 他4月4号休假,4月5号又会再接着开 那来听一下他到底有什么好看之处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呢 杜比环绕音响 讲到这里,想说这有什么好讲的呢 杜比环绕音响如果你常看电影的话 你就看到前面那个片段会有那个球 动动动动动动 从旁边撞到荧幕的正前方 然后什么 all around you 那个音效 杜比环绕的那个东西 他就是会在演唱会的开头 就给你播那个 他是首个 就是把杜比环绕那套系统 搬到小巨蛋的演唱会 我必须说 我个人很惊议 尤其是大家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 然后什么 all around you 就那个出现之后 观众拍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应该没有在演唱会里面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而且我必须说 他的音效真的是做得很好 因为他这个环状嘛 所以像我是坐舞台的左侧 就是阿咪的左侧 但是如果是面向阿咪的右侧 你就会知道说 我听音乐时候 他杜比环当来讲 是真的就是会有巡回的感觉 真的空间感很好 真的是听觉上 尤其是我们坐的位置是侧边 就觉得蛮有感的 那更不用讲 他的灯光特效 这次号称就是观众席也有LED灯 而且在我们观众席 不管是地面的观众席 或是两侧的观众席 他都安排长条形的LED灯 除了LED灯的特效 跟就是前方阿舞台那边的设计 很多就是那种类似 就是投影之外呢 他还有那种类似 就是裸式3D的设计 还有雷射灯 雷射灯也是每个演唱会一定会有 但是我觉得非常贴心 他雷射灯 那种绿色那种激光 就是所谓的雷射光 他都是打在自己的那个 就是他会射到那个观众席上面 但是他射到观众席 他都是打在自己的那个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荧幕上面 LED荧幕上面 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直射到观众的眼睛 真的非常不舒服 因为刚开场的时候 他其实一些绿色灯都是打在LD 但是他就是阿妹镇后方 有一盏很大盏的红色的 大概跟就是篮球一样大小 那个光很强 他就刚好打直挺挺的 打到我的那个方向 那我眼睛就是真的会被 望到那个红色激光 甚至眼睛会有点炫光 那后来他就是那个光结束之后 就再有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后来就要观察他的那个 就是蕾色光都是打在他的LED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贴心 除了LED之外 他的那个就是中间的舞台设计 真的是很巧 因为他中间有个 大概五六片的那个长的 方形的 他会移动 就会上下浮动的设计 那个开场的时候 大家就是看到很多 现在大家在IG上面打卡的照片 都是哪一张 就是上面写的ASMR 然后上面有个阿妹在中间 那一个照片 就是一路场的时候 你可以拍照 所以那一张照片 就是大家一进场的时候 会拍的照片 那那个东西 就是他的设计 是有点弧状 泡物线 但是在开场之后 他就升到平面上 但在随着演唱会的过程中 他有不停的升降 有做一些变化 搭配他的特效 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 他找了知名的大师 杜杜之 杜杜之 应该是电影界的 就叫音效的大师 他找他来做演唱会的声音设计 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人做过 就之前不会 他不会来跨足到演唱会这个领域 那还有他的灯光设计 跟他整个艺术包装 我觉得都蛮值得一看 你到演唱会的 就是椅子上面 他就会附上一个很大本的 他的一些简介 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他这一次的 就是不管是他演唱会的概念也好 或是他背后的工作人员 跟他后续前置作业的一些细节 都有在这个本子上面 每个人作业上都有一本 而且我必须说他的 当初这个演唱会要开 之前在过年的时候 1月1号那时候 就是可以抢票嘛 事前就是突然 你知道蹦第一响 就是直接告诉你说 他要办演唱会 那时候他的视觉一出 大家也觉得是 哇好强的视觉 也是非常令人惊艳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演唱会真的是 就是撇除掉他的 以前那些 就是很多大的特效 或是嘉宾 他这场演唱会 就是主打 没有一个艺人的嘉宾 然后他的舞台特效 也都整个减掉 所谓的舞台特效 是没有那种升降 或是那种 会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东西 没有 然后他也省去 所谓的指花 就是回归到声音的本质 因为阿满亚在 前期跟他的 陈正川 就是他的惊喜人 跟这个演唱会的主办人 就在讨论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说 以前看过 他都不要再出现 所以他就等于是 有点回归本质 就是非常张会妹的一场演唱会 而且连开12场 我必须说 声音 状态 真的是好到一个不行 因为之前就是在订票的时候 在1月份 1月1号抢票的时候 就有传言说 大家就说 演唱会开这么多场 后面的声音品质 应该多少会受影响 因为毕竟你要连着唱 因为他真的在很短时间 不是那种 隔着那种很多个六日 他可能一下子 当落12场 可能就要好几个月才唱得完 没有 他在短时间 一个月内就大家唱完12场 所以中间基本上 没什么休息 那时候在订票的时候 当然大家就是 心思 就想说有抢到就算了 但是 如果你是真的很在意 声音品质 或是你想看舞台效果 或是想要看到 最好的呈现的话 大家就要说 不要选前面 也不要选最后面 因为刚开始 可能还在暖身 那最后面 可能声音品质 有多少的时候 你想中间的场次 偏前 就是中偏前的场次 是声音表情最好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我刚好就选到了 就是4月3号的第三场 当天 我必须说 他的声音状态 真的是前面 大概3分之2 真的完美到不行 后面当然我觉得 快歌将他可能太嗨 因为他就说 4月3号 他唱完之后 4月4号他休假 所以他一开场上来就说 他今天就是可以放肆的唱 因为他明天可以休息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真的是状态超好 就是你会觉得说 他是外星人吧 因为你自己如果有在 KTV唱过张辉妹的歌 你大概唱一首 紧绷 唱歌三首 你就觉得你要断 就是真的不行 你声音后人家烂掉 你能唱一首 表示你就是已经很厉害的人 张辉妹本人在这个演唱会里面 在唱二十几首 而且他的歌真的是 有够难 有够难 真的是不可思议 因为他吻到你 就是音准就不用讲 可是他的尾音 就是那个拉那个气 那个颤音 还是会在 那种说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就是 就觉得他是外星人 那大家有看到说 他 那IG上面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流出了 那个新闻画面 就是说 阿美之星就是开演唱会 整个人除了声音的状态很好 奇佳之外 他整个身体的状态 也是就是奇美 就是变回前几张专辑的那个模样 觉得说 哇真的是超级厉害 怎么可以把状态调整 就是maybe是十年前的那个样子 就是完全就是恢复到那个状态去 就觉得非常的厉害 那除了就是声音表情之外呢 他真的是歌一首接一首 超级难唱 接超级难唱 你就完全不会觉得 他到底喉咙 到底那个 为什么不会缩吼 然后为什么废话量 可以大成这样 就是就是 佩服 听完之后 你就是佩服两个字 他真的是 不愧为天后 台湾到底有谁唱得过他 你就想说到底有谁 就是听完整个演唱会之后 你就会觉得指挥票价 就是说 他真的是个非人类的表演 就是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整个演唱会的 歌曲的选单呢 我必须说 整个演唱会听下来 我本身 说实在 我不是百分之百说自己是阿妹的粉丝 因为我说实在 我并没有搜集他所有的唱片 以前可能就买过几张 一两张 就是他真的是刚出到那时候的专辑 后续我都是 就是都听那种串流平台 我听YouTube 我不是那么死忠的歌迷 但是 我算是 就是年纪稍长 三十几岁嘛 所以等一下一录的歌 我应该都有听过 所以 他这一次演唱会的歌 我只有一首 真的是只有一首 我没有听过 其他全部我都听过 而且我都会唱 所以 前面我个人觉得 大概整个演唱会 铺成大概有六成是 我把它欲为就是 好了 我们就简单分 就是老歌 就是五六七年级 听的那个年代的歌 那后面八九年级 到现在小朋友听的歌 也有 就我觉得 六成是老歌 四成是新歌 界限我们就把它抓在 2010年 就2010年前的歌 大概六成 2010年之后大概四成 那我觉得他新歌 跟慢歌中间的衔接 还不错 就是他有快有慢 不会让你整个演唱会 听起来就是 就是有些太慢 慢歌连发会觉得 你有点困 没有 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中间的快歌 几首那种 很有节奏感的歌 唱唱跳跳 之后就再回复到 比较 就是然后情绪的 比较内心的东西 然后再给你一个 情绪高度的东西 我觉得 铺陈蛮好的 那 当然 讲到小剧的演唱会 大家就知道说在 魁魏七年 因为他在七年前 其实有办演唱会 但后来 就大家都知道的 三天三夜这首歌 导致 就是大幅度的跳动 然后附近的邻居 就去 等于热脸申诉 所以导致张惠妹 就张惠妹条款 阿妹就是在 也就是订不到 所谓小巨蛋的场次 经过了七年 他终于订到了 那一次唱了十二场 那这一次就是 等于是 大家就知道说 OK 那可能就不能像之前 这样子跳 所以他在开场的时候 就讲 他其实很无奈 我个人也是觉得说 就是用个表演者 他的确 当然我觉得法规 当然是很重要 大家就是要守法 但我觉得 就是的确你会感觉到 那个观众 就用个躁动的心 就是大家想跳 但是知道说 啊 这跳了很像会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纷争 但你看到 他派了很多工作人员 在拿那个高视牌说 请不要跳 请用拍手 或尖叫曲弹 就会有一点点 不尽性 但是我觉得阿妹 也是很无奈 他也是 就是他前面也稍微讲一下 说为什么 中间那七年都没有办法 就是唱进一小巨蛋 就是我觉得后来 你看到整个歌迷 就是你听 听前半段 大概三分之二 大家都非常的守法 但是到后面 真的大家有点忍不住 最后一首 三天三夜 你可以感觉到 大家就是有点豁出去 但是我觉得还是80%的歌迷 有在就是人数 就是大家都还是左右摇摆 这都是脚在打拍子 没有真的跳起来 因为他真的派了很多攻读生 在那边就是顶长 叫大家不要跳 跟不要拿出手机拍 就是演唱会 因为其实他在票捐上 就很明确的指出说 叫大家不要在演唱会途中录影 或拿出手机来拍照 其实如果你常看演唱会 大家就懂这个概念 但是还是就是会有人 就是不守法 或是那画面太让 太让你震惊或壮观 你就会想拿起手机拍 但是我个人 就真的从来就没关系 我就有个很守法的人 但是我就真的看到 很多人就攻读生走过去 然后就拿起来拍 趁攻读生就是在抓别人 或是真的有人就是在录影 那就是被抓活该 但是有些人就是贪图 那个就是他想留念 他就看攻读生去抓别人 所以就赶快拿手机出来拍 我觉得心态不太可取 因为就觉得没必要 你知道就是 就是大家还有手法 就是大家可以 拥有一个比较好的视听环境 因为我个人真的很讨厌 攻读生中间就是在穿越人群 然后在那边喝止别人 因为你在听歌 你就画面可能就会被影响 或是你情绪也会被受影响 因为他走过去的时候 你也要稍微让一下 这个状态 我觉得对一般的 手法的观众来说不公平之外 是我觉得对攻读生也不公平 因为就是他已经是明讲 大家都是大人 就不要做这种事情 那我觉得中间还有很多的桥段 很多的哭点 哭点就是有两三个 主要第一个哭点就是可能 同志彩虹旗的那个设计 之前他的演唱会就有 类似这样的桥段 这一次的设计是用LED灯 那个打出来的效果非常有张力 我说大家拿相机出来投拍 就是在那个时刻 因为那个时刻真的是 很震惊的一个画面 所以画面真的很美 所以大家会想捕捉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 因为之后一定会有一些 就是那种媒体的照片出来 就没有必要 一定要自己拍下那个照片 你好好用眼睛去欣赏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哭点呢 是有一些情歌 然后有一些动人的歌 连阿妹自己都说 她唱到就是有时候都会hold不住 那加上那个是阿妹自己的情绪的歌 你就觉得会被她情感给带动跟渲染 之于是 每个人其实内心 就是你走过这二三十年来 你每个人内心一定有 几首跟张怀梅相关的歌 可能在你人生很低潮 失恋也好 或是很开心的时候也好 或是很甜蜜的时候也好 一定有这首歌存在 那当那首歌就是悄悄的前奏一下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哽咽 你真的就是会 就是你会想起很多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你就会在她歌声的带动之中 就会莫名的就是 眼泪就这样滑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看点 你可以在现场感受到张怀梅在你面前唱这首歌 它会是连接到你过去的回忆 所以很多人真的是听到哭 真的是那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那个状态是很感人的 那连阿妹自己都是速度的哽咽 你就知道那个催泪程度有多强 那下一个看点就是呢 他号称是没有艺人的嘉宾 但是他这一次第三场 有个小设计师 他找了一个里面的观众 他说是从观众里面就是有海选 然后找到一位来上台跟阿妹合唱 就是一眼瞬间 那那个就是所谓的素人 上台唱的那首歌 真的是蛮稳的 但是大家就是说他是甜点师傅 实际我不确定他到底那个安排是 是真的是从海选 还是说他们其实是有涉及过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让就是大家互动 是变得比较有趣 就是真的会觉得说 哇就是素人耶 大家也是很温暖 给那个素人很多的鼓励 中间有几度 他其实没有直接停下来 让大家去上厕所 但是他有两三个bridge 就是有空格的桥段 是让何音老师出来就是表演 然后就是带动唱 然后唱一些阿妹的经典歌曲 除了是他中间还有另外一个休息 算是小休息时刻是 他就把歌丢给大家唱 然后用字幕的方法来呈现 那首歌非常耳熟能详 我就是尽量不爆雷 就是但是就是以这样的桥段 让大家可以一起合唱 然后让阿妹去休息跟换衣服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快歌是他的经典 你就看到连发 就是嗨到又不行 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些亮点 我就觉得声音状态奇佳之外 然后他的安排的桥段 跟他的灯光啊 跟他的声音音响的设计 都非常的厉害 至于是你整个演唱会看完 还没有结束哦 他在最后面会公布一个神秘的号码 你可以回家 他会赠送你 就免费 只要来看张演唱会 你就可以得到张慧妹专属的NFT 这个NFT呢 我刚刚已经下载了 他必须在你看完演唱会后的当天 就是11点59分过 就当天过之后呢 你就可以登录来设计你的NFT 他好像是五道关卡 然后有五个问题 由张慧妹来发问 类似就是 你喜欢哪一种的张慧妹 然后哪一个声音让你最有感觉 或是怎样的 就ASMR让你最有感 这样就让你选一选之后 他就会搭配出一款独一无二的 张慧妹NFT 那你可以自己存下 或是你可以 就是在同步 他有个连结 是你可以直接串联到一个 所谓的钱包 然后那个钱包 就可以帮你存下你的NFT 你等于是在这个 元宇宙里面 就拥有了张慧妹的一个NFT 那我觉得这个 这是线上线下合作 而且加上这些NFT的乐潮 我觉得它是免费送你 就是非常的慷慨 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张慧妹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 你真的是可以 就是留下一个 在这个世界里面之外的 数位世界里面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 小小的张慧妹 那整体听下 因为我这一次听的票是3000多块的票 就是在侧边 不是在一楼 我们是在二楼的侧边 那以视觉来说 跟整个听觉的感受 我觉得值回票价 就真的是值回票价 因为你真的是很难在 疫情这么严重的状况 还有人愿意出来开演唱会 然后它的卡丝跟制作 你就会觉得说 这真的是诚意满满 会让你看完觉得说 你花这笔钱真的是有够值得 而且你会觉得说 你看张演唱会 你真的是人生 就是小小的一个checklist 就打勾了你知道的 就是觉得不枉此行 就是你花的这个钱 你会觉得很划算 就是你会希望说 下次可以再做更前面一点 或是可以安排到更近距离 去感受那个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坐到 就是直线的那个位置 很像可以有更好的视听享受 那你有做侧边 但我觉得也是已经很棒了 然后衣服的部分呢 它就是号称有十几套衣服 然后它每天会选四套 有张画面自己指定 然后来就是做演出 所以每天去可能衣服会不太一样 那有很多歌迷都是连去好几天 我觉得可能你连去好几天的做法 是第一天就是认真的享受 然后后面几件事情 认真的跟着唱 认真的去 就是跟他一起感受那个氛围 因为第一次去 你就会认真的想要听他 就是他的那个唱歌的细节 但就带动唱的部分 你也会跟他有互动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你会认真的想说 我想听他现场 耳朵要束很立 但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 真的是很棒的经验 然后我看到好像现场 聊一下我去取票的时候 因为我的名字 中间有个比较特殊字 我取完票就在便义商店 我没有在check 但是他其实是要check一下 你那个字有没有出现 我那个字有一个问号 那我这一次他号称是七点半开场 我提早了在一个小时到 然后他是五点半就可以入场 但是我提早了个小时 我六点半到 他七点半开场 我六点半到的时候呢 我要进去的时候就发现说 诶 我的那个券上面的中间 那个名字是个问号 那个入口的工作人跟我说 你要去六号那边 有个服务台 那边才能够 就是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本人 跟你那个字要怎么确认 又去 大概又排了 大概maybe20分钟 所以我真的是真心的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去听演唱会 就是要提早到 因为你不确定 你入场要排多久 而且说不定会发生一些小事故 像我那时候就是排20分钟 还好加在我是提早到 所以即便我排完那个服务台那边 就是要等一下在排入场的时候 就是比较快一点 因为现在因为疫情 所以他们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之外呢 还要扫那个就是你的身份证 以防到时候如果有任何确诊的足迹什么之类 大家可以就是有的细胞简讯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做得蛮好的 而且我觉得整体来说 台湾民众真的是蛮守法的 我觉得90%吧 10%大家还是会偷拿手机出来 还是会在室内饮食 但是我觉得就是疫情期间 大家应该要互相来到而容忍一下 我觉得100%大家都有戴口罩 但是中间有些就是违规的事宜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啦 所以整体来说我给他98分 就是真的很棒 那两分呢就是有一些有人为归 然后工作人员就是会比较辛苦 然后影响到大家就是看的那个品质 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口分 那不是他的问题 那就是小小的口分 我觉得这个可以改得更好 还有那个就是即便三天三夜 大家不能够跳动 但是后来大家真的是忍不住地跳的时候 我必须说 因为我在二楼的平台 二楼平台真的是有点像在抵震 所以其实那个星期是有点 介于一个又兴奋 那又有点恐惧的状况 你觉得说这个晃动的幅度 是正常的吗 你就会开始以怀疑说 这个 这到底有没有耐症 其实还是有点担心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这样也是 不管是小巨蛋的那个事宫单位之外 是演唱会的 演唱会的主办方可能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因为真的是你会有点怕 会觉得他如果真的是比较多人跳 因为从有几 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大家是真的是有点放开了 有些人就真的在跳 那就一直被阻止 但是大部分都80%还是很受 反正是你就觉得那个有在晃 就是那整个地势在晃 你就有点不确定到底是 那个是正常的吗 还是安全的吗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会让你小小有点恐惧 就听的时候你会稍微有点担忧 好那就是小小扣的这两分在这里 那实际我就觉得98分已经 他的歌啊 他本身 他本身表现的完美无缺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这小小的点 可以稍微再修正一下 好啦 就是今天关于说 专会美阿妹ASMR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心得 再次提供给你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上我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私讯跟我联系 除了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